民眾大甩戰神不是在健身 而是在進行忍術訓練 結合人氣動漫主題 是今年台中國際動漫博覽會 最大的亮點 今年呢 我們是用情境互動式的方式 來給大家一個全新的體驗 我們很希望說市民朋友 外地的朋友 來到這個動漫博覽會的時候 他是感覺到我們國內外的 一個很知名的動漫IP 在跟他們互動 不錯啊 因為他還可以那個 就是像馬力雄弟那樣 都可以撞到那個金幣啊 情境式互動讓民眾可以勝利其境 展區內除了設置拍照打卡熱點 還打造冒險遊戲 闖關成功就能抽日本來回機票 不只吸引動漫迷 更有不少家長帶著小朋友來體驗 有趣的就是 還有一些互動的東西 可以跟小孩一起玩 我覺得還不錯 放暑假的時候 可以帶小朋友來這邊 那小朋友就是 可以到各個場地去 然後可以有一些互動的遊戲 那對動漫的產業 也會有比較多的認識 今年的動漫博覽會展出相當多元 除了有國際知名漫畫 更有國內作品 希望藉此推廣在地動漫 九日登場的活動 一連展出到26日 由台中市大家長盧秀燕親自站台 要號召市民共襄盛舉 歡迎新聞洪世辰 陳欣燕黃雲廷台中報導